汽車車頭前血跡斑斑 還留有一頂染血的帽子 清晨五點多 萬華內江間驚喘離奇死案 一名老翁就慘死在轎車前方 但怎麼死的各種疑點 讓警方一度陷入膠著 老翁當時被人發現 倒臥在路邊滿頭嗜血 但因為清晨五點多都沒有目擊者 警方難以釐清真正死因 這名80歲陳姓老翁 被人發現時 臉部朝下 手部和頭部明顯傷勢 警方初步懷疑 可能是車禍照逃意外 也不排除是被人毆打 丟爆在路邊 離奇死因 讓鄰居議論紛紛 老翁和弟弟兩人居住在萬華區裡 平常起居相當正常 昨晚還和家人喝茶聊天 看不出任何異狀 警方最後從店家調出監視器 發現老翁竟然是意外墜樓 衝出家樓上重重往下摔 當場死亡 到場的時候 甘明男子趴握在路旁 我們經調業監視已排除A1兆頭 但可疑的是 四樓住家窗戶並沒有開啟 依照墜落位置 可能是從頂樓失足 但老翁行動不便 怎麼會獨自一人爬上樓 即便死因釐清 還是留下種種疑點 讓家屬悲痛萬分 記者侯雨霞阿公亞妹王千玲 台北報導 從前雲大臣